台股过热了吗 会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人员投顾 陈学敬分析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在早盘的时候 一度有创下波段新高点 不过也有很多财经专业人士表示 台股最近有一点过热了 那这种警讯众说纷纭 到底下一个Q2 我们要去怎么布局呢老师 啊好的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外资的一个机构 或者是我们的金管会 的一个主委的一个 黄天幕他也说 1万6好像有那么高一点点 那大家也都很害怕 这个行情我说 大家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对那期待 股市还能够延续一个多头行情 但是怕受伤害就是说 怕说股 这个指数来到这个地方 会不会到时候突然之间的一个反转的一个下洒拉回来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大家大可放心 为什么我这么说 第一个 你想想看 今年不论是在我们国内的经济 或是全球的一个经济 都渴望出现的一个快速互数的一个成长 还有整个的一个资金面 全球的资金 都没有改变 所以到目前为止 虽然指数涨多 那指数涨多并不代表说指数会崩跌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情况 只要没有出现泡沫化的一个危机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行情还渴望延续的一个多头金金涨的走势 那当然了 股价指数已经累积一大波段的一个涨幅了 那累积一大波段的一个涨幅之后 你说在这个时候要像过去那样 一下子再涨个2000点 3000点甚至4000点 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整理 我相信很难 所以现在最好的做 他一定会怎么样 防护震荡 金金涨 过高他就会震荡一下 但是震荡你看到他拉回来 其实脱头他也没有结束 所以他还会延续 他延续既然是延续 他就会走个股轮动 所以我们从最近的盘面上 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 从整个驱动的IC的天域 开始揭开多头轮动的 一个精彩好戏开始 天域然后再来包挂的一个 紧接着敦泰 浦城 甚至再到的联酉 那这些都是一棒接一棒 然后再到的一个 网通的IC的设计 的一个亚信 因为在整个的一个 莲花哥的一个入主 所以亚信最近飙涨很凶 再加上的一个先进光 跟大力光的一个官司的一个和解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这些的一个业内的一个法人 或是大户 其实他们在这个地方 偏多的一个心态是 昭然若见 非常的一个积极 那你会发现 这个好戏 还在持续当中 包括电源管理IC的一个 的一个帽打 那帽打大涨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 最近的一个MOSFIT的一个节力 又开始接棒了 那从MOSFIT接棒之后 再到这个宏家军 表现最强的就是什么 政达 那甚至法人说 政达今年有渴望利品转营 包括3D的一个车用3D的玻璃 包括的一个绿建材 那甚至预期在明年 有机会挑战一个股本 明年都还没有到 但是你会发现 可以看出整个的一个法人 那是法人的一个大户的一个心态 那甚至在到的一个板卡厂 那尤其最近的一个比特币 在特斯拉的一个加持 那在这些的国际大厂加持 那比特币我觉得 这一块的一个族群 也都是最近非常热门 非常夯的一个体材 甚至在到自行车的一个概念股 对 你会发现力气最近怎么飙的 还有包括航海王的一个 长龙扬名 甚至在到的一个 维基电整合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旺系 这些都是智慧的一个城市 包括的一个网通股的一个电源供应器 这些的一个需求的带动 最两天也是这样 喷出的一个大涨上来 甚至再回到什么 半导体的检测 红钢 今天也是这样亮灯涨停 再创新高 那当然这些的一个股票 那基本上它轮动之后 有些已经涨多 那涨多在上面 可能 现在再去做追价 风险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会比较大 因为它震荡会比较剧烈 但不代表结束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从这些的轮动的一个 体材的主轴的一个方面 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 有些股价 它还在低档 低基席的一个个股 那这些的一个股票 是不是有机会做接棒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帮大家选集党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像板卡厂的一个成绩 这些业绩都非常好 最近整个量价结构 都处在多方的一个趋势上 甚至包括的一个记忆体 的一个flush的一个望红 它说整个的营运 旺到多少 旺到后年 整个报价持续看涨 并没有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经过整理 最近都开始有加温上来 还有ASIC设计的一个创意 股价经过回涨之后 你会发现 今天它站上的一个十字线 跟月线的一个位置去之上 也代表说 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它的一个打底 在这个地方 也渴望正式做一个结束 甚至再到的一个设备股 的一个加登 你会发现这些的股票都 慢慢的一个加温上来 甚至再到的一个这样 感测元件的一个金像光 那这些经过的一个主体过后 未来有没有机会 再到的一个航运股的一个 或者从货柜到赏装 你会发现 都是整个的轮动 都是一磅接一磅 那当然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之外 那试听就是年假了 那在年假我也会 特别准备一份大礼 那这份的一个大礼 我也会在我们的一个 Nine的或Teleget 还有跟大家无视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抓更多彩晶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Lighter跟Teleget 彩晶简视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